我是范正宏 请大家跟我一起 进出有据 无微无据 正确的事情重复做 财富自然就会来 记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帐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那第一个呢 是贵买指数 今天持续加量齐扬 那多多加速还是持续的上升 来到50%的水准哦 那要什么注意的事情 等一下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那第二个呢 是中钢 中钢跟四季钢合作 那是不是能插出什么火花呢 那钢铁市场 这些传产类的 在今年下半年 应该说是 准备要迎接的第四季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机会呢 毕竟最近的铁矿砂 铁矿砂价格有出现上涨 所以呢 其实有人开始在这边 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海豚又是怎么看的 那我们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第三呢 就是全新 我们的PA 累金厂全新 法说会和一些重点的整理 跟一些后续的展望 那这个全新呢 最近算是里面 就是PA里面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那他法说会说了什么 等一下跟大家去做个分享 那一样 节目正在开始之前 帮海豚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把海豚的影片 推送给更多的观众朋友看到 好 那来我们先看指数 指数今天跌了53.45点 那量能其实有增加到2700亿 那不过这个量能也是小月均量的 那会买指数呢 虽然说收涨 那但今天量能也穿了近期的波段新高 来到800多亿 不过呢 指数是小幅的开高 应该说小幅的上影线 那整个族群的变化 又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那再来电视指数 今天是收跌小跌 那金融跌幅比较重来到0.87% 可以说是金融 今天呢 就是金融 是我们的脱油瓶 好 我们先看一下指数的一个状况 那指数的部分呢 海豚昨天有提到说 月线准备要扣低了 那今天到了这边 明天呢 只要收盘价呢 不要低于16634点 那月线就会正式的走频转撑 那假设不幸 明天跌破了16634点 月线没有走频转撑 那也没关系 因为 接下来继续往下扣 所以 除非 短期内跌个七八百点 否则的话呢 月线一定会走频转撑的 那这部分 我们就是要去观察说 等到月线走频转撑之后呢 势必就是什么 就是进入发动期嘛 等于说短线5日10日20日线 都有机会进入 都有机会进入一个支撑的状态 那就是看 有没有什么 总金类的啊 或者是国际性的利多 去带动指数 去突破什么 突破 16822 去突破16822 因为 整体来说 现在就思考嘛 如果说是 大盘要去突破16822 要用什么族群来带 那大家一定会想到什么 要么就是台积电 要么就是AI概念股 所以是不是说在近期的中小型股 强了一阵子之后 强了好几天了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说有机会呢 不能说有机会 是不是中小型股要稍微休息一下 换成一些全职股来去带动大阪去做进攻 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一周左右的观察重点 好 重点还有什么 还有量啦 因为最近的量能界上都是低于月均量的 那目前月均量是3133亿 所以你至少要个3200亿啦 那海神是希望说 带量突破要出现关键K的话 至少要出现什么 3500亿 那这一店的量是4500亿嘛 那他说看有没有更大的量 可以去带领指数去占回季线 这回是一个观察重点 那贵买指数还是强势啦 那不过接近上 最近接近上就已经在压力区了 也来到季线的反压 所以如果说贵买指数去震荡 然后换加运指数去做进攻 好像也挺合力的嘛 那我们就一起去做一个观察吧 一起去做观察吧 好接下来看今天的强势族群 那第一个呢 是轮动蛮快的啦 因为像昨天是高速传说嘛 高速传输 这个什么翔硕啊 普瑞啊 还有什么威风电子嘛 对不对 可是今天基本上只剩下 只剩下4966的普瑞可以玩有续墙 那翔硕跟威风电子 都表现得比较弱一点 就稍微先卖压 那另外CCL的部分呢 昨天涨停的 6274的台药 或者说昨天有跟着上涨的 2383的台光电 或者说6213的连帽 其实基本上今天都稍微有些休息 所以短线来说 个股轮动速度算是蛮快的啦 不过呢 好的现象是说 它并没有说出现 昨天大涨今天大跌 今天只是小跌 所以可能还是持续 不是不是可能啦 而是说 目前状态下看起来是还OK的 并没有说马上就转弱涨 像上个月大家有印象嘛 一天涨停一天跌停的股票是很多的 目前是没有这个状况 所以还OK 只是说今天海盾是观察说 整个类股来讲 是有比较多个股是出现开完营收 可能就有一点上瘾线 或者是有些出货的现象 不过呢 这可能只是一些短线的获利了结 那是不是说会进一步转弱 那我觉得周一样大量的低点有没有破 都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CPU封装的这个重打跟上全 那重打呢 基本上算是 重打呢 基本上算是什么 算是弱势股有点补涨的味道 目前基本上连季线都还没站上 不是说它不会站上 而是说 如果以选股的逻辑来讲的话 可能就不会去选重打了 那3363的上全 至少今天它是带量站回上升中的季线 所以至少说是比较强势一些 比较强势一些 那整个族群的指标 可能目前还是看 继续去看这个滑星光 好那这是CPU的部分 那网通的话就是奇迹跟知异 那基本上 网通今天涨势是比较整齐的 比较整齐 但是你说到 喷发好像也没有 不过还是要留意啦 所以一直都觉得这个网通真的是很发 印象中这个2345之前不是 整天大涨 隔天就破线嘛 这个真的是很讨厌 很讨厌 不过呢 这个就是网通的宿命嘛 这个就大家继续看下去吧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新闻了 不是多空偶加速 多空偶加速呢 其实今天呈现续墙 来到51.33% 那接下来因为目前嘛 还没有进入过热区 那所以怎么样 我们就持续的偏多看待 建议上我目前认为 现在中小辛苦都还是做多的时间 因为毕竟并不像之前 是一直处在空方的状态 因为像之前这边下来的时候 海灯一直跟大家讲说 小心小心小心 那但是这边从多空 从空偶加速开始转弱之后呢 海灯就有跟大家讲说 基本上这边一直是 你开始找股票布局这个机会 那我说你有布局到一些不错的股票 相信最近应该会有一些感觉了 那接下来就是看说 短线的多数加速会带动 长线的多空偶加速 也进入黄金交叉 好再来就是看这个 中钢跟四季钢的合作 可以擦出什么火花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最近的四季钢 应该说是今年以来四季钢 其实应该说七月以来的四季钢 其实表现都是比大盘强势的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说是也听到蛮多的 蛮多的有些分析师会去讲说 比如像中钢塑化水泥这一类的 后续基本上有一些补上机会 那塑化的主重点就在于 油价最近上涨嘛对不对 油价最近因为这个减产的消息 而去上涨 那讲到说这个利差持续扩大 所以有机会让塑化相关的个股 有机会有表现 可是其实塑化个股 其实最近他们其实讲蛮久了 因为油价其实也涨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可是塑化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表现 那可能有二线的有动 可是海泽镇并没有去做关注 因为我一直认为 塑化族群是一个非常难掌握的族群 好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灾要 那第一个就是中钢集团旗下的新达海 那个海基 将与世纪钢展开台电 那个二期封厂订单的合作 那再来说新达海基 也开始接下国外订单 预目标两年内要转亏为瘾 那我当然知道说 可能大家蛮多人在可能前年吧 就是或是去年 你可能买了很多的钢铁相关的个股 那其实海存提醒不止一次 就是原物料的行情通常会来一大波 但是一大波结束之后通常都要休息一大波 那这一大波通常会比上涨的一大波还要久 那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还是会建议大家换骨操作 虽然说世纪钢也是钢 中钢也是钢 不过世纪钢跟中钢是差很多 因为世纪钢建议上 吃的题材跟营收是锋利发电 那中钢就真的比较纯的就是钢铁骨 这大家去做留意 那大家说在中钢本业的机构看法部分 其实在上礼拜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虽然说钢价是有随间上涨的 但是主要这个钢价上涨原因是来自什么 焦煤的报价上涨 那为什么钢铁跟焦煤有关系 因为你要炼钢就要烧煤 那第二个是 再来就是这个铁矿砂的价格上涨 也是因为这个相关焦煤的这个报价上涨的关系 所以其实利差并没有明显扩大 那第二个就是 虽然说中国最近有去做降息 但是问题是也有去做一些救世的措施 但是中国的房市不确定性还是非常的高 那用钢的需求还是疲弱 所以呢这部分我觉得大家就还是 这个利多可以放心上 但是我还是不建议大家目前去操作钢铁干年股 那这部分是报价部分 焦煤的确在近期是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所以等于说成本去推升价格 实际的利差并没有扩大 那这铁矿砂的价格也是跟着被推升 好再来就讲到这个PA全新的法术会重点整理 那法术会重点呢 基本上一样 就是大家都会说营运谷底已过 这也是事实 那再来就是美系跟中系的手机 皆有望推动营收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最近iPhone准备开始拉货了 那第二个呢 是中国这个中系的手机呢 最近开始有一些新机要开始上市 那比如说像是华为的这个Meta Pro嘛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什么小米啊 OPPO这些好像也有一些新机要上市 所以对于手机供应链来讲说 势必会有一波所谓的新手机 新手机的买盘 推动这个获利的机会 不过后续延续性就要观察了 因为毕竟像iPhone供应链 目前各个市调给出的 预售的数字也不太一样 比较低的给到可能只有7000万只 那比较乐观的就有8500万甚至到9000万 那9000万给是比较少 目前的共识大概是8500万 那当然说这个只是初步的预送 那后续有没有再推升进一步去做二次的 这个拉货拉抬呢 这个可能就要看后续的一个状态 因为毕竟这次iPhone有这个Type-C的接孔的转换嘛 所以呢其实蛮多人是真为这个点想要换手机 那海豚是还没有要换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要换 可以留言告诉海豚 那再来就是竞争对手 因为全新毕竟跟宏杰克和我貌不一样 那全新是属于这个 就是PA相关的累金厂 是比较属于上游的 那它的竞争对手呢 因为常务问题 那客户有疑虑 就有一些转单效应到全新身上 所以导致全新呢 会有优于文貌跟宏杰克的一些这些展望 那第三个呢 就是光电子 就是光线啊 光通讯这一类的 400G 800G这一类的产品呢 开始有去切入AI server相关的应用 那这一部分呢 其实在所谓的重达 光星光啊 或是刚刚提到上全 其实就比较属于这一类 有切入到AI相关的应用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相关的消息 那机构看法呢 就是说全新呢 大概是PA族群 就是受到红色供应链 威胁比较少业者 那威胁比较大就是文貌了 因为文貌的竞争对手 基本上呢 开始去跟文貌去做抢单 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现说 文貌的股价 一直 一直肌弱不振的一个关系 就是主要就是因为 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有这个疑虑 去年开始就一直有这个疑虑 那宏杰科好一点 至少还是在多头 那2455的全新 那自然就是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好那再来就是说 相关的CSP 就是这个资料中心的 那个业者呢 明年相关营锁也要成长两到三倍 就是在400G跟800G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目前因为AI的关系啊 因为本来800G的应用 可能要到2025年才会实际的应用上来 那如果说因为AI关系导致800G相关的产品 被提前应用的话 键商对于全新啊 或者相关的光通讯的这些干液股 键商会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发展 因为今年的年初 本来是预估400G要大幅放量 可是问题是 因为一些关系可能导致向重达 这400G相关产品 键商放量不足预期 可是如果说现在800G的产品 或是CPU相关的封装需求有上来的话 哇那基本上 对于这些 不管是滑星光啊 重达啊 上全啊 这类的 可能对于展望 就有机会去做调升 那AI server相关的营收在全新身上 就有机会去延续到2025年 所以这部分呢 是全新的看法 那当然以全新最近技术面来说 感觉是已经有先领先去反映 这次法术会的利多 所以会看到说 今天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涨幅 不过呢 以目前的多头需求来讲 大概就是这个大量低点标破 大概就维持一个强势的多方 那大家可以去做个观察 好那基本上接下来 虽然说海神前面在飞行大盘的时候 有提到说 接下来看有什么 比较大的利多数据 可以去做推升 不过可能要看到下礼拜的CPI数据 因为市场目前因为油价的关系 普遍都预期CPI数据 可能会高于市场预期 甚至出现比较大的弹升 那是不是说下礼拜 会有一些脱空的分明呢 是说这次转多又要失败了 还是说借由下礼拜的CPI数据 会有出现比较明显的跳升 指数去做一个跳升 那会是下礼拜的一个观察重点 那再来就是礼拜三 有服务业的PMI数据 还有星期五的八月的进出国统计 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海豚的分享 记得烧左边的QR Code 这个加入海豚的Lite 那如果想参加海豚的学院的话 那记得烧右边的免费服务表单 有周报索码还有简续学院三种选择 如果你是自己有操作方式 而且有自己的SOP的观众 欢迎大家加入周报就可以了 可如果你想学习海豚的操作策略 还有每天听海豚分享 市场上的一些个股资讯的话 甚至是海豚直接在索码里面 推荐个股给你的话 那欢迎就加入海豚的索码影音 那如果说你不是说不想右脑 而是说想要直接跟着海豚的动作去做布局的话 就欢迎加入海豚的简讯学员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by bwd6